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雨菲 今日新闻 我们首先来看GC领袖们在意大利的峰会上 联合发表声明批评中国的贸易行为 以及对俄罗斯战争的支持 他们表示将对支持俄罗斯的公司和金融金融机构采取行动 这无疑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爆炸性消息 根据路透社的调查报告 美国军方在新冠疫情期间 秘密展开了一场反疫苗宣传行动 意图削弱中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力 这场行动利用假社交媒体账户 散布对中国疫苗和其他援助物资的质疑 甚至涉及宗教禁忌 试图动摇公众对政府健康计划的信任 最后我们来看看体育界的热点新闻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三名中国顶级游泳运动员 在上届夏季奥运会前被检测出使用禁药 而这并非他们首次违规 这一消息再次引发了对中国运动员使用禁药的怀疑 也让世界反兴奋剂机机构的监管能力受到质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Al Jazeera 报道 世界领导人正齐聚瑞士 试图向俄罗斯施压 以结束其对乌克兰的战争 然而像中国这样莫斯科的强大盟友的缺席 预计将削弱此次峰会的潜在影响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导人 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出席会议 尽管印度、土耳其和匈牙利等与俄罗斯关系交好的国家也将参加 但中国因被排除在外而拒绝出席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若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 并交出四个被莫斯科声称的省份 俄罗斯将结束战争 但这一要求被乌克兰迅速拒绝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在前往瑞士前表示 普京的提议并不认真 只是与瑞士的和平会议有关 尽管如此 瑞士希望为未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和平进程铺平道路 日本时报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一致谴责中国的有害贸易行为 以及向俄罗斯提供两用产品 以支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 就在前一天 七国集团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 以帮助其购买更多武器并重建关键基础设施 在意大利博尔格埃尼亚奇亚度假村举行的年度峰会上 七国集团通过联合公报告 对中国的工业过剩 非市场政策 以及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提出了批评 声明承诺对实质性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公司 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采取行动 包括那些帮助莫斯科获取国防工业基础物品的实体 《卫报》报道 超过100位领导人 包括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欧盟、南美、中东和亚洲国家的总统或首脑 将齐聚瑞士 尝试制定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峰会正值七国集团在意大利达成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贷款的新协议之际 该贷款通过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的利息收益进行担保 两天的和平会 亦将在卢塞恩外的豪华博尔根施托克度假村举行 讨论基辅提出的十点计划 以及核威胁、粮食安全和乌克兰人道主义需求 尽管中国拒绝出席会议 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获得国际支持 推动俄罗斯全面撤军 并恢复至1991年后苏联解体时的边界 此次峰会被视为泽连斯基的外交 生理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未能参与 Japan Times报道 23名中国顶级游泳运动员 在上届夏季奥运会前几个月 检测出金药阳性 但他们仍被允许参赛 尽管中国和全球反兴奋剂机构 坚称这些运动员没有服药 但一份秘密报告显示 其中三人在几年前 也曾因服用另一种兴奋剂而未被公开或禁赛 中国声称这些运动员是无意中摄入了禁药 但这一解释遭到一些反兴奋剂专家的质疑 这些事件加剧了竞争对手对中国兴奋剂问题的长期怀疑 以及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处理不利的担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COVID-19疫情高峰期 美国军方发起了一项秘密行动 旨在削弱中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力 通过虚假社交媒体账户 军方进行了反疫苗宣传 质疑中国提供的疫苗和防护物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调查发现这一行动在2020年夏天开始 主要针对中国的科兴疫苗 传播诸如COVID来自中国 疫苗也来自中国 不要信任中国的信息 尽管美国政府最终叫停了这一行动 但它在菲律宾引发了广泛的疫苗怀疑情绪 导致疫苗接种率低下 疫情形势严峻 卫生专家批评这一行动 认为它危及了公共健康 损害了本应促进疫苗接种的努力 CNN报道 七国集团在意大利举行的年度峰会上 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行为发出了严厉警告 称其助长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G7领导人呼吁中国停止向俄罗斯国防工业 提供包括武器部件在内的双用途材料 并威胁对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中国实体 采取进一步行动 美国和欧盟已经对一些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 本周美国对向俄罗斯提供半导体的中国公司 实施了新的制裁 G7还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特别是在工业过程问题上 誓言采取行动对抗不公平的做法 以平衡竞争环境补救持续的损害 此外 G7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单方面行动表示强烈反对 批评其危险的海景和海上民兵行为 Guardian 在密鲁库斯科附近的失落之城 这座隐藏的堡垒只能徒步到达 Bruce Puntip是加拿大旅游公司G Adventures的创始人 他强调旅行者应与当地人建立联系 并带来经济利益 在安地斯山谷的Sea Cacacolo村 妇女们通过传统编制技能成立合作社 成功吸引了徒步旅行者 改变了村庄经济 尽管马丘比丘每年吸引大量游客 但Chokikirao因难以到达而游客稀少 作者Kevin Rushby决定挑战这段艰难的徒步旅行 体验真正的失落 之城 经过艰苦的旅程 他在Chokikirao的古老梯田上 独自感受到了与世隔绝的宁静 Nikkei Asia 中国消费者对具有抗衰老功效的 NMN产品趋之若无 尽管缺乏人类临床试验的突破 全球NMN市场规模预计到2028年 将超过4亿美元 NMN是一种人体自然产生的分子 是辅媒NAD Trust的前提 随着年龄增长 NAD Trust水平下降 尽管NMN产品尚未在中国货批 作为食品或药品销售 但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仍可购买 专家警告 消费者 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呼吁建立标准化监管环境 尽管存在争议 NMN 因其潜在的抗衰老效果 和名人效应 吸引了各年龄段的消费者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澳大利亚游泳队主 Jolene Rohan Taylor在面对中国游泳选手的 最新禁要争议时表示 澳大利亚游泳选手 必须专注于自己 不被外界干扰 此前 纽约时报报道 23名中国游泳选手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 检测出禁要阳性 但仍被允许参赛 尽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接受了中国的解释 但最新报道显示 其中三人曾在2016和2017年 也检测出科伦特罗阳性 Taylor强调 澳大利亚队必须信任 WADA和世界水上运动 联合会的调查 并致力于保持清洁的运动环境 他希望巴黎奥运会上的 每位选手都是干净的 南华早报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承认 美国对香港的投资 可能会在面临制裁 威胁的情况下减少 但他坚称香港 仍具备吸引国际人才 和企业的良好条件 陈茂波在北京组织的 媒体宣传活动中表示 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可能导致资本市场波动 但美国投资者 仍对大湾区和中国的发展 充满兴趣 2022年 美国对香港的直接投资 为894亿美元 比2021年减少了3.3% 陈茂波在旧金山 和伯克利访问期间 强调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台作用 并指出香港在吸引外国企业方面 依然具有吸引力 商务级经济发展局局长 邱英华也表示 外国企业对香港持积极态度 政府的战略企业 吸引办公室 自2022年成立以来 以帮助约50家公司 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创造了超过C3000个工作岗位 和400亿港元的总投资 南华早报 中国正在寻求公众反馈 修订识别敏感个人信息的指南 分析人士认为 修订后的规则 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 但并未限制政府对个人数据的访问 中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发布的草案指南 旨在为组织在处理 跨境转移和保护敏感个人信息时 提供参考 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 是为了在国家安全担忧上升的背景下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新指南明确了敏感个人信息的定义 如生物识别 宗教信仰 特定身份 医疗信息 财务账户等 尽管这些指南有助于公司合规 但分析人士指出 其影响取决于执行力度 普华永道的隐私顾问 佩诺特·勒普莱表示 中国的敏感数据清单 比其他司法管辖区更广泛 指南强调了 即使是看似普通的数据 也可能在与其他信息结合时 变得敏感 悉尼城风暴 中国记者黄雪芹 因发起中国的MeToo运动 而被判处五年监禁 他和另一名活动家王健斌 在2021年9月被捕 黄雪芹原计划前往英国攻读硕士学位 他因揭露一名博士生 对导师的性骚扰指控 而掀起了中国的MeToo运动 但该运动很快被北京的审查机构压制 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在闭门审判后 对黄雪芹判处罪易 高刑期 并罚款约11千英镑 王健斌被判处三年半监禁 人权组织谴责这一判决 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 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释放黄雪芹 及其他118名被拘留的记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 任何违法者都会受到惩罚 坚决反对任何国 夹或组织挑战中国的司法主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 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